就是他们不都说你有一种 就是理工男性格是啥性格 假如说咱俩现在恋爱了 然后今天或者是今天情人节 或者是我过生日吧 从这开始洗头 行吗 好 你过生日了 我要给你准备一份礼物 你看看你有没有什么喜欢的东西 我没有啥喜欢的东西 没啥喜欢的 那你过生日了 我得表示一下我的心意 作为你的男朋友 你不喜欢我为你做点啥吗 你要这么问我 我不希望你为我做点啥 我不用你买啥 好好好挂了吧 不买了 挂了 小伙儿啊 当他说那个 我也不需要啥 你知道他背后是啥意思吗 就你别问我 赶紧买一份 我不知道买啥 不知道他喜不喜欢的 前面那大哥买完包 给气口呛 我 我自己分析 我年龄大了 并且没成家 有一部分原因 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啥呢 我总觉得 无论男生和女生相处过程中 不要太矫情 爱情是平等的 我喜欢双向奔赴的爱情 所以说可能 现实就是当下社会里 很多都是男生 经济条件好一点 要不经济条件好一点 要不特别宠着这个女生 才能容易结婚 获得幸福 所以说我这种性格 就是自己也知道 但是 性格是老天爷给的 没办法 我自己也知道 但是改不了 你刚才觉得老秦 可能是矫情 她用这个词来形容 你喜欢啥就说呗 但是恋爱过程中 女孩可能觉得 就是不好意思 也不想 就是不想直接告诉你 就是想让你多关心我一点 就是让你猜猜我的心思 你平常私下里 你给我一定的暗示 是吧 你要有一定暗示 要不然我猜你心思 我得有点依据 你不能让我硬猜 或者是就是 也可能是我不好意思 就是你问我要不要啥 缺不缺啥 就是我缺 我也不好意思跟你说 我说我缺 对不对 是 是 这个理解 所以说你不能这么问 那